西方反击中共大战场,开打华为遭FBI突袭丹麦,驱逐德下禁令海外市场要玩下个阿里。 1月28日,在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华为及孟晚舟等被告的同时,联邦调查局在加州圣地亚哥突袭,搜查了华为实验室。 调查切到美国初创半导体公司拥有的钻石玻璃技术日前丹麦突然驱逐华为员工。 德国也在准备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更为严重的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E,正讨论在全球主要市场,排除华为设备,几乎意味着华为海外主要市场的终结。 美媒评论文章指美国四大政府机构,联合宣布华为是美中科技站的战略摊牌。 未来美国将与中共展开,长期对决阿里巴巴,可能成为科技站的下一个目标。 GSME建议欧盟全面介入华为设备,许多西方国家,禁止华为公司,参与建设下一代移动网络。 美国之音次日报道,全球移动通信行业机构GSME出于安全考虑,鼓励其成员国在欧盟发起一项针对中国公司华为5G设备的实际上的禁令。 尽管GSME担心,将华为排除在某些市场之外,可能会引发行业倒退。 但是还是向欧盟提出了上述建议布鲁塞尔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一建议。 FBI突袭,华为在美实验室调查内幕,如007电影,1月28日,在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华为及孟晚舟等。 被告的同时联邦调查局FBI,在加州圣地亚哥突袭,搜查了华为实验室。 调查该公司是否意图窃到美国初创企业阿康半导体公司拥有的钻石玻璃技术。 FBI的这项调查,已进行了几个月,今年1月初,阿康半导体公司高管配合FBI,对华为的执法圈Posting Operation,又称钓鱼执法行动,在拉斯维加斯与两名华为员工会面。 阿康半导体公司从怀疑华为意图盗窃该公司技术,告知FBI,以及配合FBI调查。 整个过程犹如好莱坞007电影彭博社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不仅获得该公司提供的内幕,而且从远方观看1月初的钓鱼行动,并在阿康公司的同意下于2月4日报道整个过程。 阿康半导体公司拥有Niroge钻石玻璃的专利该玻璃,可用于智能手机屏幕。 厚度比目前康宁公司Cornin Inc. 第五代大新鲜玻璃Gorili Glass,薄800倍强度大6倍耐刮性强10倍。 2018年3月26日阿康公司将改进的Niroge钻石玻璃样品。 做好层层保护后,寄给华为圣地亚哥实验室韩女,2018年8月2日,华为归还让品给阿康公司。 但是钻石玻璃样本上,不仅有刮痕,而且碎裂成两。 伴有三个碎片不见综演FBI,在一次电话会议中告诉阿康公司。 FBI研究中心,在分析,华为寄来的破碎样本后发现,华为用100千瓦的激光系打击样本。 这样的激光系,足以被用来当作武器,看到破碎的样本该公司高管苏尔伯弗说。 我的心都成了我想,这太绝了这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正在试图反冒我们的技术。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苏尔伯弗无法预料这个案件,未来会如何发展? 不过卡汉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企业,窃取美国商业机密,是不分对象大小通吃华为风暴延烧丹麦,故人被驱逐。 德政府下午纪禁令彭博新闻社周一2月4日,报道丹麦当局,以违反居留和工作许可为由。 将两名华为在当地的雇员,驱逐出境丹麦警方发言人表示。 警方上周四搜查了华为在哥本哈根的几个办事处,并指控四人违反了外国人在丹麦。 居住和工作的相关法律警方后来撤销了对其中两人的指控,将另外两人驱逐出境。 警方说,这是一次针对雇有较多外国人的公司的例行搜查,并拒绝透露,这四人是否中国国籍路透社。 当日,也引述哥本哈根警方说法称,这两名员工被驱逐的原因是,没有依法办理工作证警方并称。 此事无关华为被遗替中共同事间谍活动,日前美媒消息指德国政府,正在就禁止华为参与德国5G网络。 建设达成共识德国商报最新报道称德国政府正在为5G网络制定新的安全标准。 德国两家主要的电信公司德国电信Torch Telecom,和西班牙电信集团德国公司Telifornia Germany,也在为将华为排除出5G网络做准备。 路透消息出于对安全的担忧欧洲委员会,正考虑推出实际禁令,阻止华为设备,进入欧盟5G网络另外。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也计划2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全球主要市场,排除华为设备的可能性具GSMA官网介绍。 该协会代表全球移动网络运营商的共同利益,成员包括来自220多个国家的800多家移动运营商,如果GSMA达成排除华为的共识。 几乎将意味着华为海外主要市场的终结美媒,美起诉,华为是战略摊牌。 阿里获承下一目标1月28日美国司法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FBI四大部门的首脑出面联合指控华为提出, 包括银行诈欺、合谋银行诈欺、电信诈欺、违反及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立法、IEEPA、合谋洗钱、及合谋妨碍司法等。 23项罪名,曾有媒体形容,如此阵仗让人联想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的场面, 而美媒日前评论文章指美方此举也确实并非单单是一次执法、行为而是针对全球5G网络控制权的战略对决也是美国对中共科技战的战略摊牌。 这场科技战,关乎未来世界经济、贸易、科技和安全,其重要性不输于一场大规模军事战争, 因此美国对中共的围剿将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一定要达到目的文章说,早在奥巴马时期, 美国就担心华为充当中共科技间谍,开始调查华为。 这显示反击中共科技威胁,一是美国长期政策,在川普上台前已经开始。 川普下台后也不会结束文章认为,指控华为不是美洲贸易战的一部分, 而是美国遏制中共科技渗透的一场战役文章,引述媒体报道称, 如果中共掌控未来5G网络,其威力不亚于核武器。 因此,围堵华为已被白宫视为一场零和博弈文章说美国指控华为。 意再彻底禁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同时美国联手盟友抵制华为。 对其打击也将是致命的华为的前途,已经按但文章认为,美中科技战行将继续。 美国先是重挫中心后,又围剿华为。 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拥有云计算和蚂蚁金服支付系统的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系,同为企业提供资讯储存和网络服务技术, 也很可能被中共利用从事间谍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去年4月报告,只为国家安全记。 有必要限制中国云端公司在美国发展, 而且北京不允许美国云端公司和谷歌等搜索引擎, 进入中国中国云端公司,却在美国自由发展这非常不公。 文章最后说,美中贸易战,目前有暂缓迹象, 但两国更大的战场,尤其是科技战才刚刚开始, 未来将更加激烈阿波罗网林医综合报道。